另三种简易的方法 施 戒 禅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在前几章中 学到如何过佛教徒的生活 那就是要培养戒 定 和慧 现在还有三种简易的方法来实践佛法 那三样就是 布施 慈戒 和禅修 布施的意思是贡献 或者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些东西 但是不能够在布施的时候 别有居心或者怀有自私的目的 什么是布施的主要目的呢 布施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不是为了回报而行善 而是在于减低我们的自私 自私导致我们犯上了严重的错误 和去骚扰别人 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的利益 而做出贡献的时候 无形中 我们将会减少自私的欲念 和培养爱心 仁慈 和体谅 这就是一种开始精神发展的佛教徒生活方式 第二种方法是持戒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 持戒就是为了培养道德品行 一位佛教徒总共有五条界要遵守 这五条界是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以及不饮酒或者吸毒 当我们受持这五个神圣的戒律的时候 不只是在实行宗教生活 同时也是为别人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那就是让别人能够平静地生活 如果我们依白正道而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将会变得圣洁 而生活将会过得更有意义 那些已经高度开展精神领域的人 不再追求世间的财产和权势 所以他们将会放弃尘势 同时更多的戒律 以便得到更多的宁静和快乐 有很多人受持戒律之后 深信如果他们破了任何戒的时候 将会受到神的惩罚 这种害怕神和神的惩罚的心理 就是造成他们严守宗教戒律的主因 所以他们行善并不是因为内在的善心 或者纯洁的心所使言 而是因为害怕受惩罚 才抑制内心的恶念 抑制恶念又没有找出恶念的来源 并不能够跟随恶念 它还是会潜伏在我们的心中 那恶念也会因此 能够在心不受控制的时候 显现出来 如果有人说 他不要杀生是因为害怕神的惩罚 那只是表示 他还未修养心性 以减少心中的残暴和亲恨 以及培养对别人的慈爱心 如果不是永远懼怕神的惩罚 那这种高尚的人慈美德就不会存在 他内心的惧怕 是为了本身的安全的自私行为 当佛教徒守不杀生界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害怕任何的惩罚 但是他就深知 残暴和痛苦 将会对别人带来危害 考虑到杀生的危险之后 佛教徒就会停止杀害生命 他们就会因此让个心有机会去培养高尚的品德 例如爱心 慈悲心 同情心 同量解心 他们也会以同样的理由 去受持佛教里面的其他戒律 根据杀生的行为 佛陀说 如果你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杀害别人 是一件坏事 那么你应该这样去想 假如有人要来杀你 想一下你将会怎么样去尝试逃生 而且在生理和心理上 将会受到怎么样的折磨和烦恼呢 那就已经足够说明 为什么杀生是一件坏事 如果你不明白 为什么偷渡是不好的 那么请你想一下 如果有人前来 将你拥有的东西偷走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概念 在法句经里面 被简化为 在藤边下 每个人都会发抖 每个人都惧怕死亡 有监于此 一个人不应该造成 或导致杀害生命 这个是一个实用的生活准则 而不应该被当成是一种理论 或者是一个控制惩罚的至上权威生物 所定下来的戒律 我们应该用人类的智慧 来了解做恶事所带来的恶果 有些人可能会说 他们被禁做某些事情 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允许 可视 这样却不是造成一个成熟的人 做或者不做某一件事的因素 当我们坚守所有的戒律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认为 守戒只会为我们带来利益 当你停止杀生和骚扰别人之后 他们肯定能够生活在平静之中 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心中升起恐惧感 这个是对别人非常美妙的贡献 如果你不抢夺 欺骗 或者诈取别人 那别人便能够得到安全 快乐 和平静的生活 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遵守这些神圣的道德原则 那我们将会是多么快乐 那么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